从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面来说 所以黄埔军校的抗日老兵说过 记住历史才能让后人自强不息 国防立委徐晓星直询紧扣主题 不忘一句我们中国历史 欣扬黄埔精神 让人不禁联想到高金素媒前阵子 才脱口我们习近平 徐晓星直询锁定国防议题 最近也被大姑丈夫杜炳成 当庭指控涉及浅见声闻等三案 让他广播节目上再三澄清 他说我有浅见的声闻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人不会在这里 我只要被抓走 徐晓星全力反击 杜炳成指控不实 但替婆婆垫付的百万利息 以及是否抄贷 被质疑没交代清楚 台湾基进再到北捡案令告发 可以在短时间内一屋三代 也不符合常理 议员期间内可以监督的银行 台湾基进四月告发 徐晓星涉嫌诈欺土利最后 再以他疑似以北市议员身份 介入贷款案为由 告发他涉嫌违反银行法 问他要控告是不是台北富邦银行 欢迎去告发 但是请有一点法律出养 不要搞错对象 当碰上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密患都不密患了 都要另辟战场来转移交点 立委指控徐晓星转移交点还牵托 双方隔空交火 徐晓星接连被告发官司缠身 法庭上得诚实交代 三十文最后报道